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全球首部劇場互動網路情景喜劇《王子復仇記》的開機儀式現場 我是今天這次發布會的主持人 上劇場的演員 一個非專業的主持人 宗明濤 大家好 首先歡迎到場的主創嘉賓和領導 也是感謝大家對本次發布會的支持 我們本次發布會也會通過一直播 排風直播 在線觀看 剛剛在這個視頻簡直裡面 大家也看到有很多我們賴老師的經典作品的文件 其中還有我的出現的《一扶二重》 我弄成了一個小手軍 不知道怎麼回事 剛剛裡面還有《暗戀桃花源》 還有《納一》《我們說像》 有很多賴老師的經典作品 除此之外 賴老師還有很多 比如說《寶島一村》 《如夢之夢》 大家都知道 在這些戲裡 還有很多大牌的加入 像李宇春 胡歌 林青霞老師 黃磊老師 孫力老師 何勇老師 各種老師 很多大牌來加入 賴老師的喜劇 戲劇也是在觀眾群裡 是非常的風靡 那麼在這個二十年前 賴老師也是在台灣 創造到一個情景劇 叫《我們一家都是人》 那麼在這個二十年以後 今天有我們這個 等一下 我看一下詞 由我們這個阿里巴巴影業集團與優酷聯合出品的 全球首部劇場互動網絡情景喜劇 《王子福秋季》 也是馬上就要和大家見面 那麼在這個網絡這個網劇風靡的大時代裡 賴老師是如何把舞台劇的魅力搬到網劇之中呢 那我們首先呢 邀請出 王子福秋季的總導演 總編劇 賴聲川先生 上臺和我們分享上課功課的期勢 大家歡迎 okaer 王子福秋季的總編劇 大家歡迎 感謝大家在這個冷冷的一個冬場的下午 當我們上局場來 我會熱情的歡迎大家 希望你們 喜歡我們上局場 當我們在這兒 即將要發生一件 展開一件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老师,有几个问题要问您,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您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心情啊,我觉得充满一种,就是往前冲的一种感觉。 我们王子复仇集要做一百集,那我前一阵子忙着计划这一百集的一个政客, 因为我想我们王子复仇集跟一般情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同时我们会一直有一个剧情的脉搏在上面支撑着, 甚至有一些悬疑的东西在里面支撑着, 就跟像美国的一些好莱坞的一些情境起立不太一样, 不是他们不太需要一个大的一个情节, 就是大家就是经历了一起,就看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面对挑战,但是我一辈子也都喜欢挑战自己, 所以做了这么一个挑战自己的事情,很开心。 那么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让您从那种舞台剧到网络去做? 是,其实这些年呢,因为网络的整个发达, 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做舞台剧的呢,也会有一些冲击, 也就是这几年也会经常有人希望我们跟他们合作, 做一些类似像英国国家剧院做的一种像MT Live, 这样子的我们的戏,如何在上面更大的一种网络的平台。 那么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想到说, 在剧场里面做一个情景剧, 那用这种方式,反而可能是一个更有趣的一种方式在做。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就顺着这个缘分地做下去。 好,那么我是听说这个戏是由黄雷老师的演示监制,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明星大牌的家伙的戏, 那么还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戏, 好像是有很多新鲜的玩法, 那您给大家怎么介绍一下? 是,我们最大牌的一些演员, 就是我们上剧场这一点, 培养的一群好手,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呢, 就不断地锻炼自己, 我也希望让我们的全国的观众看到, 说舞台剧的演员出来, 真的是不一样, 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 进入到整个的演艺界。 那老师我们这个戏是, 边拍边播还是先? 我们会有一些, 已经拍好的, 但是原则上我们就顺着, 一个年下来的, 所有的一些节情啊, 甚至于临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随时做一些即时的一些事情, 是很好玩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戏就是在上面上拍的。 就在这个舞台上拍, 待会儿大家会有机会看到, 我们的注景已经搭好了。 那我们这个戏在上面上拍的话, 会不会有很多观众和粉丝会到现在拍的? 我们目前的这个计划, 那么因为拍摄, 跟整个一个演出, 等一下陈导演会讲的, 可能会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有计划希望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直接到上罪上来, 观看我们整个一个拍摄过程, 是非常欢迎的, 非常开放的一个过程。 肯定是一件最好玩的事。 非常好玩的事。 反正我特别想参与, 真真要玩的。 好, 那我们再次讲。 不留个部分。 哈哈哈, 我有个话给你给我。 对, 我有个紧张, 所以就是您瞧我吗? 那我们这个, 我得做环节。 下一种环节是, 有请出我们的这个, 本剧的导演, 陈发忠先生和制作人, 丁麦忠敬师上台。 一起来介绍一下, 请掌声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那么, 我们先, 跟陈老, 陈老, 陈老,您好。 那么, 我看是, 您之前是长期在好莱坞工作, 对吧? 对。 那这次, 为什么会想到佛业工以后, 跟赖老师合作这么一个网剧? 他, 也老了, 就是, 好像回家, 有点, 老爷归根的感觉。 哦, 老爷归根的感觉。 对不起, 我这个, 我这个, 用的感觉很烂。 好, 也, 大家多多包。 我想, 给一个简单的一个, 诸解就是, 陈老爷是, 极少数, 甚至是唯一的, 在好莱坞做清津喜剧的中国人。 那我们, 有这个荣幸的, 我请到他来, 做我们, 王智福筹集的导演。 我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讲, 啊, 真的是, 太开心, 太荣幸。 我, 我, 谢谢。 啊, 我有这个机会跟那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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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再问一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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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们说是, 还可以加入很多网友, 让他自己来设定段和ID, 到我们这个系里, 那么, 您作为这个系的制作人, 您会不会觉得很苦恼? 呃, 不会的, 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是一个创立的团队, 其实我们非常的欢迎, 各种的创立。 呃, 事实上, 我, 我常讲, 我们是拥抱变化的, 呃, 经常爱把诗的戏, 我想, 陈导演都发现, 到最后一分钟都可能会有些改变, 那么, 那么, 确实, 我们这个王文区呢, 王子富秋季, 他会非常应急, 应识, 会跟着时代的脉搏, 一路往前走, 然后随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有能力, 或者说, 我们会经常醒, 然后在我们的警察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及时可以做一个反应, 把它放到剧情里面, 当着难度是在, 但是我们欢迎这样的难度。 好, 随时都会变, 即时都会变, 那么, 赖老师, 这个戏里面还有没有, 提前先跟我们爆料一下? 你还是在问你的角色, 是不是? 对对对, 哈哈哈, 主要是这个人, 我什么时候会出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 我觉得, 我自己在变这个局的时候, 我自己每天都开心, 开心的要命, 我觉得爆料还不如让大家期待, 我觉得, 这可能会让你们失望, 但是, 呃, 事实上, 我们整个的, 好, 还是爆料一下, 哈哈哈, 其实, 我们, 差不多每四五集, 就会, 呃, 计划有个特别来宾来, 那这些特别来宾呢, 啊, 很多也是我们多年副作的一些好朋友, 啊, 啊, 一些是阿里会介绍一些, 啊, 可能一些新的, 一些明星, 或者大家, 就是, 反正, 我们这个戏是非常活的, 就可以随时, 如果有推荐, 就是什么样的人要进来做特别来宾的话, 我甚至于可以为他特别新的角色, 啊, 甚至, 一集不过也会再来两集, 啊, 这就是要看每一个, 这个, 这些明星们, 他们自己的意愿, 他们的时间, 啊, 他们想跟我玩, 我们觉得, 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环境, 啊, 来玩这个喜剧, 但是, 他们也会发现, 喜剧还真是, 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喜剧的节奏, 喜剧的整个表演的方式, 啊, 我们这次也是尽量, 尤其是陈导演在的, 啊, 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最, 一种最经典的一种喜剧的一种表演方式, 啊, 让大家, 啊, 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开心, 啊, 我也, 我也每一天, 我们每一集, 啊, 觉得很欢乐, 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 邓老师心中有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一天, 他可以现场直播整个《王子国》给傳说给看, 就是某某些事情可以, 就是现场直播, 当然, 非常高难度, 但是就在他心里里, bulb0.900 高难度, 但是声音的感觉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创举呢, 其实是回归到 电视时的最开始, 電視最開始的時候 尤其底播的 甚至於呢 連錄像都沒有錄下來 他直接畫面就送出去了 然後就是情景喜劇 然後大家笑完了這個東西就沒有了 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其實有這個能力可以做這個事 我看著我們的演員現在 眼睛有點發嫩 但是呢你們就是有這個能力做這些事情 每天你一定會做的 人生都有機會 哈哈哈哈 那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丁姐也說 那個劇情會 隨著這個時事 或者隨著一些 某一天發生的事情都會改變 那麼這個劇情會 比如說什麼事才能做什麼的 好比說 我想如果我們現在已經正在播了 就是好比說 這幾個星期 尤其在 尤其在北方的舞台啊 這些都會進到非常深度的進度 不是說講一句話笑一下就算了 我們可以深入的把它寫到我們的劇情 或者即將要發生的像春運啊 這樣子的事 我們就會在我們的某一個角色上 設計的一期或兩期 然後呢深入的進到這些 我覺得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一些議題 感謝老師 也感謝 然後 你不要擔心啊 周慶童老師我們上次場的台主 所以我們一定是準備了個特別重要的角色給你 好 感謝老師 那麼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那個賴老師呢 在之前的戲裡 也是和很多的打牌明星都合作過 那麼今天在我們這個開機儀式的這個現場呢 也是有很多賴老師的好朋友 很多打牌的明星 發來了祝福 來讓我們看一下 都是哪些人呢 請看VCR 大家好 我是李安 我是賴清川導演 以及他的夫人 丁楠竹他們的老朋友 我知道他們不只是舞台劇呢 是一個親自招牌 他們在電視製作 以及電影製作 也是非常接觸的製作人 這是由他們主導的 《王子復仇記》的 《皇帝》這個名字 這個復是有錢的 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非常期待的一個諷刺劇 我現在聽各位 開心賴清川導演的 在上次傳遙拍部 非常有意思的喜劇 叫《王子復仇記》 希望大家能夠多支持我們的來答 多多關注我們的《王子復仇記》 這是個非常華而言的 《王子復仇記》 《笑臉》和《雷臉》的奇妙》 那從今天戲劇呢 將會給大家帶來 更多歡樂的驚喜 大家好 我是何久 參加《諸如此類》 全球首部劇場 《孤獨》《王子復仇記》 《王子復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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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王子復仇記》 也很期待 不管它 огодît《王子復仇記》 我 wrath 他的אתMIST 我一定會 會應該都 husky 保護我 Heritage 我們可以看 denkt 他 我们的一个新西小王子复仇记马上要上线了 这是一个有个音乐之前的迷他去新的形式 有一个落期的形式 希望这部期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也祝贺这部新西的一档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谢娜 娜娜老师在筹备王子复仇记 准备在上剧场来拍摄 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客场一个收到 大家好 我是薛乡 在这里我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推荐一出 盖生川老师的影视作品 叫做《王子复仇记》 王子复仇记是盖生川老师 从95年在台湾制作的电视剧之后的 20多年之后 他又尝试的影视作品 王子复仇记讲的是 都会联系在里发生的事情 除了有优秀的上剧上的一些 真的蛮多的 但我之外 也有我金士杰老师 黄梅老师 还有我本人 才能演出 从奈生川老师的喜剧 我很期待 我也介绍给各位 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祝贺奈生川老师的 《守护仇记》 《王子复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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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支架集》 听说这一故事从来没有 《王子复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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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的复仇季 当然在一条期待 绝罗和你的期待 大家好我是黄磊 特别开心赖老师在上次场 要开拍一部非常棒的一部戏 叫做王子的复仇季 这个王子的复仇季 两个字不一样 王子是一样的王子 复仇不是一样的复仇 是前参多的发仇的复仇 我是赖老师最好的朋友 也是表演最忠实的粉丝 也是上次场最忠实的名字 而且我也会跟赖老师一起参与到这部戏当中 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表演 还是在整个戏的制作 我都会参与 王子复仇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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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后我们再学哦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戏 希望赖老师拍摄顺利 加油 我在这边祝福他们一切成功 顺利 非常期待 王子复仇季 就像我一切成功 王子复仇季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么多蓝老师和好朋友 发来的祝福 太像了 这么多大 还偏偏看得心里好激动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邀请出 我们出品方代表之一的阿里巴巴 影业副总裁崔岩先生上台的我们的观众媒体分享 全球搜索的剧场,我们是进行的,报告小明亮 大家好,我叫崔岩,是阿里影业的 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是蛮激动的 因为这是阿里影业第一次跟赖老师这样的庙堂梯的导演一块来合作王剧 也实现了马先生自己想要做的那个世界最顶级的导演 来做中国的王剧 而且喜剧呢,大家都知道喜剧是真难的 能让大家笑是非常难的事 但是能让大家笑呢,这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事 能让大家笑呢,就是让人注意这个尊敬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烦恼一定是比我们华乐要多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能看王主副仇剧 能在每个星期的固定的时间 大家期待王主副仇剧 期待来生班导演 期待陈老师丁姐的这部戏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大力的光 然后,这个事情我们从今天6月份 跟蓝老师丁姐,我们一开始来商量讨论 说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部戏 网络情景时时互动的喜剧 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我是不太 心里不太有问题,蓝老师肯来做这些事 因为这个事情要做那么长的剧 然后,你们蓝老师又特别认真 但是,我觉得谢天谢地谢人吧 然后,最后蓝老师,我们还终于有缘分 让大家走在一起 然后,所以今天开机了,我非常高兴 这部戏呢,因为我们还会跟幽谷一块联合 我们再把这个IP,未来的服务化 对这部戏整个来讲,我们也是只从高远 其实,我们希望他派了更多 一百几十亿的开始 如果有一种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蓝老师会停不下来 这是我也期待蓝老师停不下来 然后,我们以未来期待的女能友,她能走出上局场 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看到 然后,包括我们啊,还有一些IP服务化 甚至是未来的原理电影的一些规划 其实,想很期待 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 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 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 我想蓝老师,我也特期待一百几才是一个开始 我也想马上加入进来,赶快跟这一块开始,让我拿着几个 那么接下来,再次将我们掌声,欢迎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 大优酷事业群,影剧中心高级总监雄初晴女士,上台之辞 谢谢蓝老师,谢谢蓝老师 谢谢大家,蓝老师 我一直觉得幽默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智慧 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无序无扬 甚至还有无门 我觉得快乐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更加坚藏的一种力量 所以,生产幽默传递快乐的人非常地要不及 正如蓝老师的团队,我觉得蓝老师真的是讲故事的大师 那用户呢,是一直讲好故事的平台 从2011年我们的那个老男孩,到《万万没想到》 到最近的极品嘉宾,《欢喜密探》 到我们今天的王子复仇集 就是喜剧是优务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 传递,快乐,梦想和感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今天通过王子复仇集跟蓝老师能够在一起合作 我觉得真的是快乐的意样让我们来结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缘分 而且呢,王子复仇集也是我们跟阿姨影业 在阿姨爸爸大温鱼的架构下的首次合作主品的第一幕王剧 所以,绝对的值得期待 我觉得2017年让我们一起来搞点事情 在这就预祝我们的王子复仇集开机顺利 然后,能够陪伴大家报效一整年吧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听说您是和这个衰小 还是准备的一份领务要做的一份领务 有庆幸 有庆幸,好,是您期待 哈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领务是什么 好了,我们先去领务来看看 准备接收这个领务 哈哈,我来说五个说法好不好 让我们一看这个领务是什么东西 五,四,三,二,一 复仇者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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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复仇者领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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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领务是什么意思 刚才华雷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 人有钱就开始发仇 所以叫复仇 那其实呢,因为复仇者领务本身也是 大家重点看到后面的两次联盟 刚才我也说了,这就是我们阿里 整个阿里大文医 包括我们跟优酷 也第一次跟赖老师 所以我才说一买几 就是一个开始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崔总和熊宏宋的王老师 您对这个主题目反映了 听说我是蒙祖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蒙祖 哈哈哈哈哈哈 蒙蒙答的好 蒙蒙答的好 夫人的联盟蒙答的好 谢谢 感谢三位也请您先坐 谢谢 那么也谢谢两位领导的礼物 提醒大家好玩又有料的 王子复秋竞将会在优酷独家播出 大家请上线以后支持我们的赖程克老师 也支持我们的复秋者联盟 那么接下来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这个戏的剧情 非常的好奇了 我也非常好奇 那么看一看我们这些演员们 将会在我们这个上宫馆演出 怎样的复秋者日常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掌声有请 好那请先请我们的演员 那我们来看来做准备 直接上来看 请演员在就位的时候 我稍微说一下句 请余云今天我们 要给大家看一段 几分钟的大概七八分钟的 一个段落 那我们在想给大家一个 什么样的段落 这个是来自第五集的 一个小片段 所以一百千里面的第五金票是这些人才刚刚住到整房子里 不久他们之间你们会看到作者有三位 他们是同学他们都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同学 其中我的右手边的王子他就是提摩里面的王子副手机里面的王子 他是一个富二代巨富富二代 他们的企业垮掉了他必须守住这栋房子 是一个上海的鸿毛区里面的一个老洋房子 他从小长大的一个房子后来变成一个会所 变成一个叫做商工馆的一个会所 然后他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加上一些有缘分的一群人 就全部租到这个房子里来 然后呢他们要借出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他们如果要保住这个房子 他们必须在这一面之内赚一个亿 所以我就说一个小小的计划 要赚一个亿 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待会我们在见到演员的时候 可以仔细地再认识大家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设计人物 我想倾听心理最重要的是人物 那今天各位在一个这么小的片段里面 你们看不太出每一个人的个性 但是可以稍微感觉到一点 然后呢 越看下去你就会越了解每一个人物 他所代表的一种个性 我相信观众们 有些人会喜欢哪一个人物 有些人会讨厌哪个人物 有些人会讨厌哪个人物 然后这些都变成 大家可以好准更开心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来 谢谢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呀 李总他调狗生生 说他在帮助工作 但实际上 真的看不出他到底当分的哪里 如果说是他救了王室集团 那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他毁了王室集团 成就了迪士尼 所以菲儿 你觉得这一切是李家在陷害了我的吗 难说 要过一段时间给我们看出来 不要慌 大家不要慌 没有人在慌啊 就你一个人在慌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两个方法 第一 首先你要查清楚这个事情的来路去迈 怎么来怎么去 做好一些仿佛余案 第二 不能坐有待避免之外 要学会加重重生存 多余建立 开创未来 那么你的意思是 一年之内 到年底了 整一避 所以不大 但是咱们讲一个权绝 未必 你 我告诉你 我小沈这么多年不是华盈棍 我在这个圈子里的能力是冲天的 我告诉你 你们什么 年轻残聚 我已经想打了 我现在打起个重要的电话 马上 未来 未来我们寄完案 那你就打吧 不要一直在那边说 虽然没什么经验 但我很愿意说 我们很有信心的 喂 建林 对 我想跟你说个点 王氏几款的事 你也知道 你认识不得老公总吧 不是 建林 建林 我靠 他这么跟我跟您说话 喂 建林 我知道 你可以说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有关系 你知不知道 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好不好 你不要啰嗦 我这么说话是给你面子 尊重你 懂不懂 建林 我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 你抽货帮助理一下 好不好 看在我们那样这么多的交情份上 好 加油 拜托 什么问题 哇塞 沈总 你 你刚刚是在跟万达的王氏凌通电话 而且你还在盟他讲话 啊 谁 你刚刚不是在跟万达的王总 王氏凌通电话吗 建林 啊 哦 武侠小说作家建林 有没有 建 林 我告诉你们 这个人手里掐了很多的武侠小说就是不肯放出来拍电影 我觉得这个人很无聊 我就打电话罢了一用 啊 所以你跟这个建林是什么关系呢 他是我的小朋友 是我辽宁导演区院的学弟 哦 你们一起辽宁 对 不是 我们不是一起辽宁 我们是一起从辽宁出来的 然后辽宁到现在 对 不是 什么辽宁到现在 说什么呀 什么辽宁啊 你是什么建林啊 你要找到真正万达的王建林才行 我跟你们讲嘛 你们现在犯了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人种错误 万达 那是发行法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一个制作法 你作品都没给人家 你找你的发行法干什么 对不对 业余啊 你们 你们干嘛 你们不相信我们实力是不是 你们不相信我认识万达的王总是不是 OK 问你们一个问题 万达集团是哪个集团 我来自于哪儿 聊的 对 什么聊的 辽宁导演学院 不要侮辱我的梦想 你们还在看 你信不信 我马上那个通电话 信不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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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我的梦是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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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跑到第一次去呢 妈 妈 王师傅存在啊 对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王师傅的一个 浪人 你也能这么说 没有问题 你要画 你不想画 那就这样事好不好 给谁到面了哈 你给嫂子待会儿啊 好好好 这样 所以你刚刚是在跟半达的王总通电话 王总 要秘书 要朋友 要处理想法 到哪里 那你还长那么久 好 你有没有一点常识啊 你要跟王总通电话 你是要打电话预约的就错 所以你刚刚说打电话预约了这么一个通电话的时间 对 那结果呢 才不忘了 事实上 我还没有说话 他就错了 后面那两句是我编出来的 咱们给嗓子太好 改天到那儿再聊了 那是背后头正我自己担当 那我怎么说说 没关系 我也会这样的 是吧 他至少有什么事 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这个事情 要是不会采取什么动 你为什么这么说 好像都是这样吧 你们 你们 我叫你们金方小孩 你们并不相信我 啊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我相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不好 刚才我下上课一样 跟你们组计了一点五星制作的关系 没有制作何来发现 你们现在找万达年的月线有什么用吗 对嘛 所以你现在要找的是制作单 你喜欢 我当然喜欢 你说 啊 来 华鱼兄弟啊 博鲁 阿里 博鲁 博鲁 博鲁是一种狗 对啊 博鲁也是啊 不是吗 那是圣博鲁 那阿里呢 阿里是一种狗吧 那是狐狸犬 对 我们先把狗放下 你们的谈话让我想到一个人 我打了就什么 喂 你好 你好 马总裁现在方便进来好 刚不用客观打你 沈 是我 沈周勇 没有关系 我知道他换到了 我可以打 好吧 喂 马云雄 你好啊 感谢你买帮之中 冲碰起我的电话 很凶啊 明明你很老 是这样的啊 窗户都在你身边了 哈哈哈哈 我是开玩笑的 马云雄主 你也知道 忙是几分最紧的便利 是不是 你说 好 好 您说您说 问我 哦 真的假的 啊 不过我听说 只要是马云的老朋友呢 电话他应该都会接的 那马云也是咬到的啊 马云是阿里 阿里不是狗吗 蝴蝶才是狗 蝴蝶 蝴蝶不是蝴蝶吗 有一只狗叫蝴蝶群 啊 全是蝴蝶啊 什么群是蝴蝶 全是狗 明明你让我很潦倒你知道吗 你怎么是潦倒呢 你说同学 我是蝴蝶 他是群蝶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啊 啊 马云兄啊 你真是一棒大型梦东人啊 啊 给嫂子带好 啊 拜拜 怎么说 我觉得马云兄还是很实在的 啊 他说现在这个状况对我很 马云兄是什么 马云兄 你是说马云 我是说马云兄 马云兄是谁 我同班同学马云兄 你说什么 我说得很清楚 马云兄 云称的英雄 影视器材故事的老总 前一阵子老板会 我被他借过登工设备 跟你一块儿聊到的同学了 是 可是我聊到一块儿的同班同学 哎不是 哎呀 哎 哎 哎 周佑兄 你好 哎 啊 你好 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马云 这个是川普通电话的 哎 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啊 年底之前正一个月 我们总要筹划怎么开始吧 有几 喂 川普先生 是你说 川普 是你说 哦 你在哪儿 你在北部 哦 你要啥子 哦 你要三部 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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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也再次请出我们几位演员 也请赖老师和其他的演员上台 来 来 来来来来来 老师我还是和他们站的一套最初 哈哈哈哈 一个人站台上很变 请我们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 我从刚才的说起 我顺便说一句 今天我们的灯光是还没有调到我们的标准 但是我们先就是这个情况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灯光有点不舞台也不电视 所以我们正好在这个中间自己的调片 我们先刚才的一直辛苦的打电话的 李柏 是我们的小鼠 好 好 王子副手心一点的王子 赵伟刚 加油 然后演赵北这个角色的杨振 他旁边有个很特别的角色的名字 就叫汤冰冰 那他是顾学伟 然后我们的菲儿是金晶 这就是刚才他们的五位 然后我们还有五位呢 其实我们做十二个主角 这个戏是很多人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陈伯辉 他的名字在巡剧中叫 《敌人》 《仁爱的人》 他就是迪士集团 他们刚刚一直讲迪士集团的这个小开 也是他们的同伴同学 郝顺 喜丁山山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剧团的福克力 我们的叫做华平 华平应该不是华平的意思 然后我们的王孟 他也是一个 一个朱老板 他的公司做这个 这个朱饲料的一个公司 跟大家的关系 你们慢慢成为清楚 然后我们丁辉 这个角色 叫做徐国 他是一个 从六元回来的一个 生活艺术家 一个 行为艺术家 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里头 我们还有 刚刚说的还有来回应 他们今天还不在 还是到了 因为他们的戏 也开始进来 那 从第五集 慢慢慢慢 这些人的出品都进来了 就是看到 一个个性的鲜明 然后 也是 在我们上剧场 这一年的 一个整个 训练之下 希望可以 给大家一种 心的一种 谢谢大家 谢谢 吴京老师 也感谢 我们的朋友们 你们都辛苦了 赶快下去修计一会儿吧 哈哈哈哈 那么再次请到我们的 丁老师和 我们的导演 一起上台 我们进入下一个 我们的丁老师 游步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 听到我们这个 王子复仇系的海报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让我们来 共同看一下 这个 王子复仇系的 首款海报 是什么样子 对 一个莎士比亚的 头 和各种 是什么样子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挺有选集权密码的 现在大家知道 它是在一个老洋房里面发生的 然后 我们设定了 老王这个角色 就是 王子的父亲呢 他是一个 从一个 最土的 一个 高煤矿呢 一个 这个 材竹呢 爆发后呢 变成一个非常亚的一个 收藏家 所以他收藏了很多物品 在这一年之中呢 他透过在白的墙壁上的 八十例物品 刚才各位看到的一些 他会给他儿子一些线索 怎么去跟宜家打这场企业战争 那这些 这些都是艺术品的这些 线索呢 全部都放在我们这个房子里 那有一些在开始的时候 被一些歹徒毁掉了 后面会全部建起来 王子就像是要掺一个墙 那这个参透这个墙 这个墙是充满了 人类的一个艺术史 还有人类史的一个墙 所以 我们 自己觉得这样一个设计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也可以让我们观众看到 说一个 整个一个 从美术史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玄机 一些我们人类的未来 或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 事业跟生活呢 更好 那我们这个 海报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物件 大家可以看到 有各式各样的代表 人类某一种转折的一个物品 都放在各个人 在我们的海报里面 是我们采取的一种自由 就放在每一个各种的房间里 然后我们在系统 就是集中在这个客厅的大小屁上 大概是这样 谢谢老师 来 请你再来 那么我们今天呢 刚刚也前面说到的是 整个这个游戏 就是全球直播的 那么我们这个网友呢 也是会提到很多问题 来问三位 那么我们看一下 网友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首先是第一个网友 刚才剧中演到 我正说的是 刚才这些演人呢 说到的 年底要挣一个亿 那请问赖老师 这些人他们最后 挣到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好像 老总答案就是 你看到第九四主题 大家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呢 说当才没C2中 还看到了 马爸爸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 与阿里合作这部网剧呢 呃 我觉得刚才像 阿里巴巴的春言 也说的很清楚 我觉得 说的也让我感动 其实就是缘分 我觉得我们做事都是一个缘分 呃 有这个缘分 呃 我们想到说 要在网络这个平台里面 做喜剧 我们也要想到 去找一个最合适的 跟我们整个气场相合的 一个平台 来跟我们合作 那阿里 我们有这个缘分 让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大概 简单的答案就是这样 OK 那么下面这个网络的问题 是来问陈老 啊 啊 说这个区别于好莱坞的奇品喜剧 对您来说 王子最迷人 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呃 呃 您放进手 我给您做翻译 啊 我也相信 啊 那个 哈利文的 呃 喜剧就比较坏 节奏坏 节奏 我们要慢 这个人要文化的问题 他们很快 现在我们中国人去看戏 慢慢的欣赏 嗯 啊 啊 最迷人的地方 第一 我们演员 我们演员 很帅 所以 最迷人 而且 呃 我觉得 呃 我觉得也有 每个都想知道 有钱人 究竟 究竟 究竟是 好还是不好 有钱 有钱的问题 他们就是很有钱 要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感谢了 谢谢 那么第三个 那这个问题就是 问那个 丁建林了 说如果 这个问题我写 如果在 沈川老师 突来的灵感 和预期拍摄的 当时有冲突 您会不会有 暴走的程度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会的 这么多年 我们真的很适应各种的电话 很常暴走 啊 哈哈哈 我从来没有暴走 比方今天我觉得 灯光不对 我的三条线就下来了 但是 我们就忘了 哈哈哈 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 老师和丁建的这个配合 就是非常非常默契 所以我们非常羡慕 那么 非常开心 一幕好玩好笑的 这个 秦敬俊呢 就即将乱生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让我们再请出 阿咪影业和优酷的各位领导 以及我们王子复仇记的 各位主创和演员们 上台留影器面 那么再次出会 王子复仇记的开机大集 感谢一直播 来 直播的全 上次直播给大家一起吃 感谢 好 好 来 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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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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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留步一下 行 留步一下 那我们那个 灯光老师 马上把后面的灯灯再一辆 我们在谷歌提案的照片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拍一张 只有主创和演员 我们再拍一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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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